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有人将台式版的《倚天屠龙记》的桥段发了出来 不少观众看完短视频之后都惊呼 之前争来争去都是一场空 原来最美赵敏居然在这里 而饰演这一版赵敏的就是刘玉璞 与剧中庸荣华贵 玉树林峰的自信不凡不同 现实中的她境遇并没有多么幸福 甚至说她的人生是在坎坷中走完的 2009年5月她在家中被发现去世 至于原因没人知道 之后教友给她打电话 电话始终没有接通 她这才察觉了不对劲 教友深知她是很虔诚的信徒 还在教会有一份工作 除非是有什么事情 否则往常在教会只都能见到她的 而且她对朋友也很是热心 朋友的电话就算是一时没有接通 也会在之后回播过来 这种三天没有讯息的情况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于是当今立断报了警 警察赶到她独居的出租屋 在敲门也无人回应时 选择破门而树 却发现她早已离去 警方没有发现屋内有打斗的痕迹 也没有遗书类的遗物 只见她躺在床上 衣着睡衣 表情安详 但身体状况 却透露已经去世多时 后来媒体从陈小姐那里了解到 两人是多年老友 此前还在电话上聊天 没有听闻刘玉璞有轻声的想法 但有在电话中透露心脏不舒服 总是心脚痛 因此法医初步判定 刘玉璞离世于三天前的心脏病发 离开的消息传出之后 教友们和隔壁的邻居 就连很少来往的圈内明星 都对这个消息表示震惊 屈膝刘玉璞与家人不常联系 以至于到了当天晚上 其弟弟才从警方处知晓此事 前夫张建忠得知此事 立马从美国返国 带着两个女儿来到台北奔丧 离婚之后还能够有如此关心 实属的罕见 但他们的爱情其实也是个悲剧 刘玉璞从小就对物质生活 没有太大的欲望 喜欢三毛的作品 也喜欢旅行 但对大红大紫争大钱 并没有太多的向往 上学时他喜欢上了一位 比自己到五岁的男同学 张建忠 对方负责学校的杂志编辑工作 很有数生计 当时的他甚至认为 是自己高攀了这位才子 1985年 就在刚刚走红片约不断时 他选择和张建忠结婚 婚后又恢复美国陪丈夫深造 在美国他顺利考树表演专业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随着丈夫学业结束 决定回家发展 于是又中断了学业陪丈夫回来 26岁时宣布彻底吸引 回归家庭 之后他和有共同信仰的丈夫 共同办了教会 但在两年之后 患上了中毒忧郁症 一边治疗 一边将生活中的体会写成书 并在2001年出版了妈妈请书 因为患病的原因 他轻生过不下十字 尝试过多种方式 都被救了过来 2005年 他向丈夫提出离婚 但被拒绝 怕丢面子的父亲 甚至对他动了手 就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 离婚一直拖了两年 直到2007年6月 才正式办理了手续 他不要抚养费 对丈夫的唯一要求 就是可以看望两个女儿 离婚之后开始独居生活 平时以关爱抑郁症演讲 和教孩子学油挂卫生 最困难的时候 身上只有几十块钱 他生前与两个女儿感情很好 虽然身处两地 但会互相写信 臭闪听到这个噩耗 女儿的情绪都非常激动 一度嚎啕大哭 弟弟担心侄女太过伤心 并没有让她们去看妈妈的遗体 而是将姐姐生前随身携带的日记本 交给了她们 这也是刘玉璞最后的心愿与寄托 张建忠与刘玉璞已经离婚 后世的安排权就落在了两个女儿身上 但因为年龄尚小 没有办法自己做出决定 张建忠在一旁随听和发表建议 在他们的同意下 刘玉璞的葬礼 以基督教的形式进行 变成一捧尘土之后 她轻飘飘地离开了这个曾经痛苦 挣扎过的世界 很多神或许很疑惑 她的生活这样看来挺顺利的 为什么后来会变成那样 这就要从她的原生家庭说起了 刘玉璞出生于台湾 父亲是个军人 但和大众印象里 双素正直的军人不同 其爱喝酒打牌 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随时都可能会爆炸 作为家中长女 父亲没有因为她是个女孩 就对她留守 总是将怒气发泄到家人身上 从记事起 她便笼罩在名为父亲的阴影下 而爽弱的母亲 只会等到父亲呼呼大睡之后 才过来抱紧她 叫她忍耐 小时候她在家做什么事情 都得在父亲的把控之下进行 就连洗澡 浴室门都不能上座 一次喝醉的父亲发火时 她正在浴室里洗澡 父亲推开门 不顾她的哀求和哭喊 就将她一顿欺负 看着这样丑恶的父亲 再看向不远处直流泪 却没有行动的母亲 她第一次动了逃离家的心思 上了初中以后 就以住校为借口拒绝回家 在学校里 她也总是独来独往 一脸冷淡的模样 任谁都觉得 她是个不好相处的人 家里见她上学之后 就不怎么着家 甚至还断过她的生活费 于是她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 来维持生活 这样的世子 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来说 真的是太过辛苦 但她硬是熬了过去 后来在一次兼职拍摄口香糖广告时 星探想发觉她进入演艺圈 在这样的奇迹下 她误打误撞 进入了演艺圈 谁也不知道 以后大火的女星 进入演艺圈的理由 竟只是想赚到更多的钱 让自己独立 凭借着漂亮的外貌 她成为了当时大红的 香港公司签约艺人 开启了新的发展 她清楚自己除了脸 其实什么都没有 也什么都不会 那个年代成龙 红金宝这些武打男星 正如是中天 可武打演员 是很容易受伤的职业 男演员拍武打戏 都觉得很辛苦 更不用说女演员了 所以当时没有几个女星 是拍武打戏的 而要谋生的刘玉璞 抓住这个契机 以武打女星出道 只凭自己在电影圈 占我的脚跟 先后出演了几部 重量级的动作片 也算是小有名气 其中的三床少林 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但仍被无数港片致敬 堪称是经典 21岁的她 出演以天屠龙记忠的 赵米一角 更是一夜之间 名气大盛 不知道有多少人 每天准时蹲守在电视机前 期待着她 刘玉璞的成名路 走得漫长又曲折 火遍大江南北 不过也才二十多岁的年纪 几乎是一瞬之间 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财富 这是她所没有想到的 一夜成名 让她觉得无措 更多的是觉得自己得不配位 感受到演艺圈是个是非之地 这里不仅不能让她感受到平静 反倒是总让她会想起小时候 或许是太过沉浸在回忆中 她意识到 自己并不适合这份工作 经常半夜想起过往惊醒 内心满是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 逐渐接触了宗教信仰 在庄严的教堂中 她感受到的是久违的平静 或许是渴望平静的生活太久了 有了身孕之后 她宣布退出演艺圈 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维护自己的小家庭 但或许是她过分在意这个家 爱情之前的甜蜜 逐渐变了味道 成了厨房里的柴米油盐 每天都喂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 与她想象中的爱背道而驰 在一次争吵中 丈夫没忍住对她动了手 这一下 直接将她拉回了童年地狱般的回忆 所以她才会在经受抑郁症的折磨之后 最终选择离婚 之后她与家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几乎已经断绝了来往 独居在台北的一间出租公寓里 坚持每天去教堂祷告 依然是个虔诚的信徒 孤家寡人的她心理疾病已经愈发严重 后来出版了一本名叫《打开心扉》的书 里面简略写了她与抑郁症 做斗争的故事 全篇充满温暖和鼓励要人们珍惜生命 可她自己却没有那么健康 几年来几乎每天都想要离开这个世界 数不清多少字的轻生 但最终因为两个爱女 补足了活在世上的勇气 不光是心理疾病 她身体上的疾病也颇为严重 脑袋和心脏都出了毛病 偏头痛和心脚痛如影随形 好在到了2009年 她已经有了好转 或许是年纪大了 看开了许多 思绪也不那么重了 与早就断了联系的母亲兵士前嫌 使她笑容渐渐多了起来 那些轻生的念头 似乎也无影无踪了 甚谁也没有想到 在大家以为她以后的世子 会越来越好的时候 却突然传出她在家中离世的消息 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这个 曾让她遍地淋伤的世界 刘玉芙的悲哀 本质上就是原生家庭的悲哀 如果她能够生活在一个 幸福和谐的家庭氛围中 想必一定不会是这样凄凉的结局 可世上没有如果 只祝愿她的女儿们 能够永远幸福快乐 让她安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我的频道